如何确认自己是不是美国的纳税义务居民 有很多客人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来找我 他们对美国是一无所知 就一片茫然 那我通常会跟他们讲说 来美国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报税 第二个是保险 为什么报税跟保险非常重要呢 因为这两项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 那在这边常常会因为 常常听到的一个特殊的案例是说 如果今天万一住一次院 有可能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 或是住一天的院 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 那接下来报税 因为美国是非常讲求法治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在报税的要求 跟在国内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什么是纳税义务居民呢 像有很多人来到美国 那像是譬如说学生 或者是说来这边旅游的 或者是来这边做外交人员 这些在美国 这些人来到美国的天数 已经超过了一定的时间 甚至于长期两年三年都住在美国 那这些人是不是属于 美国的纳税义务居民呢 其实美国的纳税义务居民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说这些人必须要申报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我们其实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判断 第一个就是绿卡 如果今天拿到绿卡的人 他们就是纳税义务居民 不管这些人是1比5移民过来 拿到的是临时绿卡 还是永久绿卡 只要是拿到绿卡的人 他们都是纳税义务居民 第二个是居住天数的测试 以往我们常听到 有一个183天的居住天数测试 那这个会常常造成人家的误会 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在纳税 报税的年度那一年住超过183天 我就需要报税了呢 实际上不尽然 他的计算方式是 以三年报税的那一个年份 往前推三年来做一个基础 来做一个计算 那第一年报税的该年度 是以百分之百来做计算 报税的前一个年度 是以乘以三分之一来做计算 再前一个年度是以六分之一来做计算 那我们实际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现在是2017年的1月份 如果我们是报的是2016年的税 那在2016年我们如果居住的天数是120天 那这120天就全部乘以百分之百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120天的基数 那如果是2015年也住了120天的话 那它就要乘以三分之一 120乘以三分之一就是40天 那40天就是2015年的基数 那再往前推连 2014年如果也是住120天的话 那乘以六分之一 那就是等于是20天 20天一个基数 那把2015年2016年跟2014年 这三个年份的基数加起来的天数 如果超过183天的话 那这个人就是纳税义务居民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 像是学生签证 像是外交人员 或是像是特殊的体育人才 或是来这边做训练的人员 他们就不符合这些规范 最后会计师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提醒 有很多刚从国内来的人 就是妻子儿女住在美国 那先生就是当空中飞人 两天两头跑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 不要超过这个183天的入罗 那待着时间记住 一年不能超过120天 如果平均一年超过120天的话 很有可能先生虽然没有绿卡 但是很有可能也会变成 美国的纳税义务居民 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